大家好,Flora是一位为了鲜花自由,可以在家里随意剪剪剪 而投身原意的聪慧女子 家里不同花卉的盆栽数量将近有200盆 光是不同品种的玫瑰花就有120多盆 她的插花艺术真的是令我惊叹 几朵小花经过她的一双翘手,看似随意 可是马上就变身成为了艺术品 前几天我们都参加了她为一位过生日的好朋友准备的小小party 这个party从下午茶开始,一直到吃完晚饭为止 今天大家就和我一起来看看她小小花园里的花 以及她精心准备的插花 还有我们的下午茶以及晚餐 一进门就看到满院子的绿意 拐过一个小弯 看到这么多的盆栽花 我们去的时候还不是玫瑰花最盛开的时节 但是还是可以感受到 一旦它们全都盛开了 是该有多么的壮观 淘气的喜欢花的小狗 看到她布置的下午茶餐桌以及餐桌上的插花 又一次让我惊叹了 这张餐桌的照片以及前面插花的照片都是Flora给我提供的 她也是一位摄影爱好者 下午茶的茶具也非常讲究 Flora早早地把它们都布置好了 等着朋友们到访 这是下午茶桌上的插花圆形 从另外一面仔细地看看 我就一直在想 像我这样没有艺术天分的人 是不是也可以学好这样的插花 心里不是不羡慕的 这个是我们的下午茶 有虾 很多水果 干果 另外还有一些鹅干酱 和其他的小点心 非常受欢迎的蔬菜盘 当然鹅干酱和各种奶酪很快都被吃光了 我带来了家里的马蹄莲 还有mini rose Flora帮我擦上了几枝绿叶 立刻感觉就不一样了 Flora光是茶就准备了好几样 有朋友带来了烧鹅以及烧肉 这些漂亮的茶具 我们一起先到她的小花园里看看 Flora大部分的花都是种在花盆里 但是也有一些是种在地上的 比如这个就是苏尾草一类的 这一类的苏尾草我还真的是第一次见到 非常的特别 也很好看 刚才已经说过 她一共有将近200盆不同的花卉 光是各式各样的玫瑰花就有120多盆 每年冬天这些花都是要搬到车库 以及她家的前门廊里头过冬的 很幸运的,她有位非常支持她种花的先生 以及乖巧听话的儿子 每年深秋和春天两季都要把这些花搬进搬出 真的是工作量巨大 因为品种繁多,Flora把每一盆都仔细的做了标签 但是实在是太多了,我真的记不住 大家就和我一起欣赏这些花 我们先把名字忘记吧 但是这个很特别的,有一点像菊花一样的 我倒还是记下来了 这个是烟花波浪 这个是树玫瑰,比我还高,应该有一米八的样子 我们从近处看看她们的花 Flora真是一位热爱生活,热爱花卉的女子 家里处处都是鲜花 连家里厨房的窗台上也都摆满了鲜花 除了玫瑰花,还有很多不同品种的绣球花 这些绣球花也都是种在花盆里的 又来了一位朋友带来了好吃的慕斯蛋糕 每次看到这样花的照片,我都会心动 你说说你怎么就这么美呢?怎么就这么美呢? 每一朵花园里的花,每一根小草都有它们不同的美 这几朵黄色的欢笑格鲁吉亚本来已经开完了 我剪下来带给女主人她准备自己要做千叉 但是经她的手一摆弄,又变成了美丽的叉花 我翻看着这些图片,每一张都舍不得舍弃掉 放在这里和大家一起分享 晚饭时间到了 我们到屋子里用餐,一进门厨房的桌子上摆着美丽的叉花 餐厅已经布置好了 这是饮料台,注意到后头那幅画吗?女主人还会画画 想起来圣诞节到她家里拜访 家里就摆着自己的画 非常聪明又能干的,热爱生活的女主 看看我们的餐桌有不一样的一大捧的插花 这个是刚插好的时候Flora照的照片 晚餐很丰富,我们有龙虾衣面 这个是朋友带来的大章鱼饺和海螺 Costco就有卖这个章鱼饺的,我还真没看到 下次注意一下,我找到了来和大家说 这个是烧鸭,烤排骨,还有脆皮肉 看到小碗里的汤了吗?真的是非常的鲜美 这个是朋友用两只鸡,两个猪肚 腐竹,另外还有白果一起包了好几个小时的 我也要学着做一次 柚子酒,LCBO据说有卖的,但是我从来没有碰到过 终于有机会试一下 我们亲爱的Cherry,祝你生日快乐 我换了好几个角度,想要试着拍出和女主人 一样美丽的照片,看起来功力还是差了一点 我继续努力吧 快乐的party,快乐的小聚会 我们下次再见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集再见